早晨早晨 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4月12日礼拜一 早上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下本讲的最新情况 话说在昨天 卫生署再证实 有多一宗在打完科兴疫苗之后死亡的个案 使得累积的个案就增加到14宗 而打完复必泰之后的死亡个案 就有两宗 所以最新就是14比2 科兴大幅领先 到底这宗个案的详情又是怎样的呢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这宗个案 其实事主就是一名58岁的男人 他在渠务署的一家城建商那树任职 上个礼拜四 在处方的协调控制中心工作的时候 突然之间不省人事 送往明爱医院之后就证实不治 后来就发现到原来他在3月16号 即是走之前的23日就曾经去过打科兴疫苗 在媒体提出查询之后 卫生署就确认在4月9日接获了医院局 情报一中曾经接种过新冠疫苗的死亡个案 死者是一名58岁的男人 本身有吸烟习惯 在3月16日就曾经去到葵冲的林士德体育馆 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科兴疫苗 局务署也说一名局务署的承建商员工 在4月8日晚上约10点 在局务署的协调控制中心工作期间感到不适 并且是暈倒 在场同事即时召唤救护车将他送完 其后就证实不止 其实整件事就真的很奇怪 这件事本身是在网上流传的 后来就有多家媒体去找卫生署查询 卫生署在收到媒体的查询之后才确认 到底为什么他们没有主动公布这件事呢? 如果这件事不是在网上发酵 也没有媒体去查询的时候 岂不是整件事就会变成没人知道? 即是不会公布的 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公布又有什么问题呢? 反正这些个案去到最后就会交给专家委员会来检视 到底这个死者的死亡 是跟接种疫苗有没有所谓的直接因果关系? 到其时那些专家就会说的 会查的 反正也不是第一单的 就算说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真是不理解了 到底为什么好像收收埋埋的 还有就是 卫生署在回复当中 就说死者本身是有吸烟习惯 我又不是很理解了 你确认有这件事的时候 可能就多多少少要提供一下 这名死者的背景资料 比如说他的年龄性别等等 我都觉得很正常的 以前有些过案政府在公布的时候 也会交代到底他有什么慢性疾病 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諸如此类 我也觉得没问题 你这样说 更多的资讯更加公开透明 都是一件好事 但至于这个过案又很奇怪 我找遍多家媒体的报道 都只是说 这一名死者有吸烟习惯 但又没有说到他其他有什么 三高、什么高、物高 都没有说 不知是我看流 还是报纸写流 照计算是不会的 如果那名死者本身有吸烟习惯 你去公布的时候 其实代表着什么呢? 他有吸烟习惯又怎样? 吸烟会死人吗? 就是说 他有吸烟习惯又如何? 请问 如果他有喝酒 你又写他有喝酒习惯 这一件事本身有什么意义? 就算说他高血压 或者有其他疾病 你说出来 一拼交代 还觉得是可以理解 这个似乎是找不到他有其他的问题 就特意写了他有吸烟习惯 吸烟习惯又怎样? 我看到呼吸系统科 专科医生梁子超说 患者本身有吸烟习惯 就会影响到循环系统 导致心脏功能受损 触发心脏病或者中风 随着年龄增长 一般45岁到65岁的人士 患心脏病和中风的几率会增加 加上高血压等多件的隐性病患 市民难以察觉 其实这一段说话 究竟是想表达出一个什么意思 或者暗示什么呢? 患者本身有吸烟习惯 这个不良嗜好 就会引致他有不同的问题 是否说 就算这个男人本身不去打针也好 其实他也是差不多这么大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当然我不敢揣测 究竟那个专家 他真正想表达的原意是什么 但是我总是不明白 为什么在交代这些个案的时候 总是要写他那些什么有吸烟习惯 另外有些个案又写他肥胖 如果Touchwood 说一句 有一个个案是不烟不走的 他是相当健康的 有做运动的习惯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 走去打针后 不知隔了多少天拉柴 到时又怎么解释呢? 这个就是说 有一个吸烟习惯给你拿出来说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说的 难道有吸烟习惯的人 全部都不打针? 我不知道究竟想表达什么 接着我们看看昨天接种疫苗的情况 根据政府 在昨晚公布的数字显示 昨天有3万2千人去打伏必泰疫苗 1万6千5百人打第一针 1万5千4百人打第二针 科兴昨天只有1万1千3百人去打 2千5百人打科兴第一针 8千8百人打第二针 科兴第一针的人数 是创造了自从接种疫苗以来的新低 其实 现在第二针的脱底情况 也相当严重 已经有超过1万人 没有去打第二针 这东西 其实特区政府打算如何去处理呢? 是不是? 因为根据智利大学的研究 就显示 如果那些人去打完科兴第一针之后 在打第二针之前 他的保护率大概只有3% 如果你计算误差 可能是零也不奇怪 但是 现在这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打第二针 或者不想打 或者以后也不打 特区政府怎么处理呢? 是不是? 如果他长期不打第二针的时候 那怎样呢? 那些人的保护率是怎样呢? 这些是要解答的 市民有这些提问 还有就是 如果他后来回心转意 比如说真的出了一些疫苗护照 可以去旅游 而他想去那个国家 又承认科兴的时候 他可能想翻车 又想打第二针 到底中间的间隔是可以 可以隔多久呢? 是不是? 现在就规定了 打完第一针之后 一个月左右 就打第二针 好了 他中间不知隔多久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呢? 难道中间隔半年才去打第二针 那你是不是又照给他打呢? 到其实保护率是多少呢? 是不是又有3%呢? 谁知道肯定没有人会做这些研究 因为做得研究就是假设 你是有个规律 按照预约好的时间去打针 没有人会做一个研究就是说 你打完第一针之后 隔了不知多久 隔了半年甚至以上 才再打第二针 所以到其实 到底特区政府 还承不承认这些人所打的第一针呢? 这些东西是要解释得很清楚 告诉市民听的嘛 现在正正是有万多人 现在超过了一万人 就是没有他打到第二针的 又不知道他有什么原因 特区政府也要只有他问字 只有他知字也要 是不是?他怕死 他也可能很坦白地告诉你 或者他有其他苦衷 或者难处 可能他打完第一针之后 有很多不惜的反应 你又不知道 又没有统计 一旦有他就不打了 有什么意义呢? 还有林郑曾经说过 香港也有疫苗护照 又说呼吁市民尽快接种 较早享受出行的方便 那这些脑袋的 怎么计算呢? 计不计算呢? 打完一针之后不去的 你也要交代清楚 不只是在这里吸引 在这里引诱市民去打 打完之后打了一针 然后他又不打第二针 那你怎么办呢? 还有在香港 你说搞这些什么疫苗护照 是多余的 就算在外国搞这些东西 都被人谈到不堪 你看美国就说不搞了 为什么呢? 因为会造成了一个歧视性 你说要限制其他外国的人入境 你有什么疫苗护照 无可口非 但是你在自身的境内搞这些东西 就肯定被人谈到一动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人本身的体质 就不适宜接种疫苗 或者有些人就不愿意接种疫苗 那你起不是搞境内的疫苗护照 就会对那些人构成了一种歧视 而打了疫苗的那些人 就享受了某种程度上的特权 这是造成了社会上的不公平 就算在外国 你说在境内搞这些疫苗护照 都是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的 你自己喜欢打 你要防武肺 你就打得够了 关人什么事 其实现在在香港来说的接种率 这么低 你怎么搞疫苗护照呢? 我又不是很理解 到底林郑 这是她在上个星期的时候说的 我不理解 到底她说享受出行方便是什么 如果你说去外国 去外国关你什么事? 她要去的时候就去打 更何况特区政府本身 那个隔离措施 就是说回港之后的隔离措施 你一天不放宽 那些人都不可以随便去旅游 有多少打工仔女可以 请14天的假期去酒店隔离 那么笨 接着我们看看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 他说了一句话 就说疫苗保护率不高 这句话当然很多媒体 也有引用出来报道 当然她所说的疫苗就是大陆生产的疫苗 后来高福就走出来澄清了 他就说媒体在断章取义 以额传额 误传 所以最好我们就看回到底高福 当日所说的那个原话 究竟是怎样的 他在4月10日去到成都 参加了一个活动 活动上边做了一个演讲报告 他的原话就是这样说的 他说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开放国际出入境旅行的时机 因为现在全球疫情转入了长期低水平流行的时期 中国的防控目标和策略应该要怎样定 还有就是针对病毒变异株的疫苗研发和使用策略 还要考虑解决现有疫苗保护率不高的路径 比如是优化接种程序和不同技术路线罪冠接种 即是几种疫苗交替接种 也就是针对针 他说到要考虑解决现有疫苗保护率不高的路径 即是他认为现有疫苗保护率不高 那才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现有疫苗保护率不高 那现有疫苗是什么疫苗呢 一定是国产的疫苗 因为大陆现在未曾承认任何外国製造的疫苗 只有中国製造的疫苗可以从境内来打 后来他就好像想反口 他接受大陆观察者网访问的时候 就说要辟谣 他说被某个自媒体公众号误读了 高福认为中国疫苗保护率不高 随后就被一些媒体误传 误转 在互联网平台上引起了牵严大波 高福就说对于这个是断言否认的 他说这个完全就是误解断章取义 世卫组织对于新冠疫苗有效性的要求 就是50%以上 主要是保护重症和死亡 这一点每一款的疫苗都能够做到 他就说50%以上就是有效的要求 但是问题就是到底中国所生产的疫苗 究竟保护率是否不高 那你有没有否认到这一点 你自己说的 你又说别人断章取义 又说别人误解 其实到最后他都没有否认到 中国疫苗保护率不高 所以其实国际社会自己也是心中有数 这么多国家去买了中国製造疫苗 回去打的时候 当疫情的个案数字仍然不断攀升 就算当地的政府不出声 当地的民众也会提出质疑 为什么打完疫苗之后 疫情还会屡创新高呢? 所以搞到最后那些什么疫苗外交 无非又是要等美国的强生去打救 因为打了其他如果效用不太高 他当然又要拿另一只 总之去到最后 哪一只才能够真正帮到疫情呢? 那这才算数 这次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